赵丽颖自知否知否因是绿肥红兽电视剧杀青之后就宣布停工休息 网友便纷纷开始猜测能让演艺圈老母赵丽颖休息的原因 后来虽有报道成是因为健康问题 不仅老后有血酸 心脏也很弱 骨头也有好基础伤 但还是有人猜测赵丽颖是因为怀孕才凭工休息 近日又没体开到风少风出入某小区地下停车场 赵丽颖包裹岩石低调现身 两人共度一夜隔天才离开 而且下车时赵丽颖将原本挂在肩上的衣服系在了腰上 下车动作缓慢 被人怀疑已经怀孕 孩子的父亲正是冯少风 就赵丽颖怀孕一事 有媒体向赵丽颖的工作人员求证 对方表示从来没有的事 另一半三强调赵丽颖没有怀孕 赵丽颖没怀孕吃瓜吃重也就散了吧 不过局长还是有感叹 赵丽颖和冯少风两个的原本也太奇妙了吧 赵丽颖和冯少风一共合作了六次 最近一次是拍完剧否电视剧 两个人同况被拍已经多达五次 虽然两人现在只是船飞完 但是冯少风全女神体质也太好了 下面就让局长给大家谈编一下冯少风收割过的女神 第一位杨幂2011年穿越这宫的热播 让很多人蒙了八哀歌跟请穿这对CP 戏外冯少风与杨幂也是各种有爱互动 二人还曾拍过情人节大片 一起登上舞台现唱过爱的公养 当时两个人的眼睛里 都好像在冒小欣欣 结果可想而知 这段绯闻两个人都没有承认过 大秘密嫁给了刘凯威 做了妈妈 青春和八哀歌就这样 成了很多人心中穿越剧的白月光CP 第二位 年迷 2012年年年迷你与冯少风公开承认恋情 这次刻是名副其实的真情语 两个人只要同化就觉得是吃了一嘴的狗娘 两人在恋情公开的第二年还合作出演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 就在所有人以为两个人能好好的时候 两个人竟然分手呢 当时 年迷你与冯少风的分手微博 还被网友称赞为最大帮的分手声明 可以说是标准的和平分手的典范了 第三位 林云这一次估计是吃瓜群众既有的最grand的一次 按理说前两次 一个非人女友一个正派女友都是合作过的 林云跟冯少风简直是八班次打不着的位 吃瓜群众完全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怎么就在一起了 还一起逛街 一起去游乐场 之前明明没什么交集的两人硬是传了好一段时间的绯闻 双方宽都打死不成阵 莫不是误透了秀恩案 死得快 这个道理 林云虽然说不上是女神级别 但是时尚大片的表现率很强 拍出来的照片也辨识度也很强 被心引雪中成为新女郎 纵然一身黑料加深 架不住这对相巧十八岁的格戴爱情 两个人在传了十一个月的绯闻后 被媒体爆出已经分手 网友还调查过人跟鱼始终走不到一起 现在的林云在社交平台上 各种放飞自我 奉劝一具姑娘在好好拍戏成步 第四位 郭碧婷又是一个女神 郭碧婷当时出演过小四小时代中的男香 那是美帆了一群男生 非常之大眼睛 是女生都受不了的漂亮 二人当时合作 那片星空那片还缠出绯闻 还爆出冯绍峰过年带郭碧婷回家见父母 对此 冯绍峰的工作人员否认 说冯绍峰只是见了地主之意 请郭碧婷吃饭 这次否认的可是很快啊 第五位 赵丽颖这位就不用说了吧 一直传到现在 从公道电影 女儿国国王载到知佛 六次合作五次被拍同框 可就是打死也不承认呢 先是一起吃火锅被拍 再是传情女装被拍 拍戏见戏牵手还被拍 这么多次到底 是不是不能给个准信 赵丽颖拍戏这么多年 也不是靠炒作出身 但是两个人不承认不否认 这到底是真爱啊 还是宣传其恋情呀 不管怎么样 希望赵丽颖能早日康复 冯绍峰的 收割女神的能力局长 也是感受到了 只要是合作过的女神 小花全都被收割了 佩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